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加了彼此的幸福感 还方便了三地之间的经济交流 梅山也因此有了新的发展机会 在今年 成都的两条高速公路也是由滋阳和成都共同建造 这样不仅方便了人民的交通 各位两地提供了合作的机会 而简阳自己也建立了去成都的新机场 这样就更加拉近了两地的经济往来呢 对于这样的合并政策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